记者陈彦听屏东报道,屏东县东港朝龙宫奉寺的主神妈祖有虾米妈之称,不过以往中部庙域年年扮亚妈祖,虾米妈却六年才扮一次,因信徒认为隔太久,庙方今年在妈祖得到升天日向妈祖指教求得同意,明年农历三月开始改为两年一次,走出专属妈祖的银神赛会新风格。 庙方今天进一步表示,透过执教,妈祖亲自决定要进入早年因为大鹏湾天险而难以进出的南平里,成为历史首遭。 东港福安宫、朝龙宫及东龙宫为东港三大宫庙,朝龙宫为地里聚落下中阶角头的宫庙,早期亚妈祖和东龙宫的民俗盛世银王平安祭典分别在同年的隔天举办,后来改为三年一颗与银王文年, 因地方每逢三年就要举行两次大祭典的绕境,过于劳施动众,也形成信徒和七脚头叫断精神,体力上负荷,91年后改为六年一颗,但去年开始出现本太久声浪,今年向妈祖指教征同意,明年开始改为两年一颗。 朝龙宫董事长郭廷舟表示,东港朝龙宫、北港朝天宫和东港慈玉宫三间港自备的妈祖庙,合称有台湾三妈美玉,尽显陶海人尊崇妈祖的信仰。 而朝龙宫的妈祖还有虾米妈这个亲切的名称,起因细因早期要办绕境,但当时社会经济拮,妈祖却只是办就对了。 果然于明厨,还捕捞到取之不尽的虾米,活络经济而得以续办。 而朝龙宫就有不少钱,现任知事人员都曾在东港区渔会市场任职过。 据后来的考究,该家应属俗称的中虾与东港的桃海产业息息相关,今年已申请专属朝龙宫妈祖的专利。 郭婷舟说,从有妈祖三伙约三百年历史,因信徒反映者众,庙方也想走出专属于妈祖信仰寻安绕境。 今年出现变革缩险为两年半一科,是非常大的变革,仅邀请东港镇内主寺妈祖的九间妈祖庙级高雄林园的分林庙三圣宫,以及同属角头庙的其他六个角头的宫庙参加。 属时仅由大妈祖出巡,判检亲七角头叫班的负担。 郭婷舟指出,属! 石亚妈祖加上宫内全属女性志工的鸾架,如一般,预计将有三千人参与。 妈祖将乘坐着前龙头后凤尾的龙车奉面,由信徒推过跨海大桥,前往英王及亚妈祖都不曾到过的南平里,并到该里有庙子为攻入庙安座。 他并诚情经向妈祖请示,妈祖以三圣角同意并指定到南平的有庙拜访,绝无方间谣传花钱请妈祖到南平的说法。